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在青人树这一课呢,我们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句子叫做 Who's that? This is my blah blah blah,对吧? Who's that? This is my mom, okay? Now check this picture. Who's that? This is my grandpa,很好。 Who's that? This is my grandma,大声说出来哈,孩子们。 Who's that? This is my grandma,很好。 Who's that? This is my grandpa, yes。 Who's that? This is my father, who's that? This is my mother, great。 Who's that? This is my,哎,这个你就不可以用this is my了,你可以说this is the daughter,对吧? This is the daughter, Now who's that? This is the son,哎,一家几口成员在这,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说有叔叔,阿姨,姑姑,舅舅这些都怎么说呀,哎,叫做aunt和uncle,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侄子侄女儿,外甥外甥女儿,这又怎么说呢,哎,叫做niece和nephew,那么同伴之间的各个姐姐们之间的关系,叫做堂兄弟姐妹,叫做cousins, 哎,对了,你能记住这些就足够了,那看来这个句子这个环节我觉得相当easy哈,那还有最后一瓶药水,我想赶快看看,那最后一瓶药水是个啥滋味哈,那第一瓶呢,是关于词汇的,第二瓶呢,是关于句子的,那么这第三瓶是,啊,绘本,这碗,这碗,这碗,太棒了, 那么今天呢,Vivian也想额外的跟你们分享一篇有趣的绘本,它的名字叫做,这个,当然是我们的绘本阅读时间,来,它的名字叫做,where's my share,where's my share,where's share,share means分享,分享,那有些东西说,啊,我知道分享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根葱,把它切几段啊,分给大家吃,啊,真是太nice了,好,那分享呢,就是毫不自私的,毫不吝啬的,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这篇文章呢,它可有意思之极了,因为啊,我能保证,在我讲完之后,你能很快把它复述下来, 有些人能说,Vivian,我还是挺害怕复述绘本的,因为故事太长了,那你不要担心,今天就让你完成这个梦想,哈,来,嗯,what's in there, what's in there,哎,我们学了in,也学了what,也学了there,那连起来呢,是,那儿有什么,对吧,那里面有什么呀,what's in there,哎,这筐里面有什么呀,那人家回答你, a loaf of bread, a loaf of bread,哎,bread我们都知道叫做面包,对吗,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a bread呢,哎,那就涉及到名词单复数了,哈,涉及到可数与不可数,那bread呢,它是不可数的,有些人说,不对不对,Vivian,bread怎么是不可数的呢,哎,bread真不可数,因为bread的形状,大小,重量,各个的,都不能完全同, 所以我们把它说做不可数的,明白吗,孩子们,bread不可数,那不可数的东西,前面你要想加几克几克,那就得用量词,对不对,所以,看这儿, a loaf of bread means,一条面包,给它前面加一个量词,这样它就可以数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数这个条,是不是, 所以,a loaf of bread,房秘,loaf,loaf,loaf,a loaf of bread,哎,这两个连读,a loaf of bread,a loaf of bread, 好,那我们可以重复这句话,what's in there,a loaf of bread,哎,那里面有什么呀,有一条面包,那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where's my share,哎,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题目,叫做,我的那份呢,where's my share,谁把我那份拿走了, a mouse took it,我们都知道mouse是什么意思,哎,这儿呢,小老鼠,对不对,a mouse took it, 哎,took,实际上它的原型是take,拿走,那言外之意就是,小老鼠把你那份拿走了, 那我们来重复哈,what's in there,a loaf of bread, where's my share, a mouse took it, 一只小老鼠把你的那份拿走了,那我得接着问了,来,take took, means拿走, 小老鼠拿走了,那小老鼠呢,where's the mouse,小老鼠哪儿去了,in her house, 那小老鼠在它的窝里面,在这儿,对吗,in her house,那我们重复哈,回到第一句, 那里面有什么,what's in there,一条面包,a loaf of bread,我的那份呢,where's my share, a mouse took it,where's the mouse,in her house,哎,那在它家呢,那老鼠家在哪儿啊, where's her house,in the forest,what is forest mean,a forest means森林,大森林, forrest means森林,那老鼠的家又在哪儿呢,在森林里面,in the forest, where's the house,in the forest,那么森林在哪儿呢,where is the forest, 森林啊,正在被白雪所覆盖啊,在冬天被白雪覆盖,那注意看一个单词,叫做cover, cover means覆盖,盖着,就像我们盖被子一样,cover,哎,把自己盖住,cover in snow, 雪盖住了它,covered in snow,where is the forest,covered in snow,雪覆盖住了, 那雪呢,where is the snow,雪哪儿去了,我们都知道雪见到什么就会融化呀, 见到阳光是不是,the sun,太阳把它给融化了,the sun melted, 那我们学一个单词,melt means融化,the sun melted,你要往脑子里记啊, 一点点走,这个雪哪儿去了,太阳把它融化了,那太阳哪儿去了,where is the sun, ripening the wheat,我们都要小麦啊,一些农作物要成熟,必须需要阳光, 对不对,叫阳光雨露,阳光至关重要,那我们看一个单词,ripen,ripen means使什么什么成熟, 那指的是大自然的那种工作啊,使这些农作物成熟,那太阳正在干嘛呢,ripening the wheat, 哎,使麦子成熟,在晒麦子呢,那where is the wheat,麦子呢,weat,weat means麦子,麦子是可以磨成粉, 也就是我们吃的面粉啊,那麦子呢,哎,看一个单词,叫做meal, 磨坊或者磨成,它可以有两个意思讲啊,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吃到的面呢,都不是与生俱来就是面,而是小麦要把它磨成细细的粉, 才能成为面粉啊,所以meal叫做磨成粉,milk into flour,flour就是面粉的意思, 那小麦哪儿去了,哦,已经磨成粉了,milk into flour,那粉呢,面粉呢,where is the flour, 那面粉哪儿去了,baked into bread,哎,面粉啊,用来做面包啊,baked,烘焙, 就是烤面包啊,baked into bread,面粉烤面包啊,那where is the bread, 言外之意就是,where is my share,那我的那份呢,实际上绕来绕戏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我的那份到底哪儿去了,现在我也找不着我的那份哪儿去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回顾一下哈,最开始的时候,what's in there, 啊,a loaf of bread,where is my share, a mouse took it,where is the mouse,in her house,where is the house,in the forest,where is the forest,covered with snow,where is the snow,the sun melted,where is the sun,ripening the wheat,where is the wheat, baked into flour,where is the flour,baked into bread,where is my share, 哎,到头来是一场空哈,问来问去到头来是一场空,实际上呢, 这特别符合小朋友的语言,哎,就是屏幕前,你们,哎,经常会问的, 这个为什么呀,那个为什么呀,结果问来问去把自己绕进去了, 好了,那么这篇绘本呢,我敢相信,那Vivian带你讲完了一遍, 一会儿你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你绝对可以从头到尾穿下来,你相不相信,反正我相信哈,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绘本呢,我们就分享完了,那今天的大复习也要结束了, 那你要准备迎接我们的秋季第一次直播了,那得好好复习, 尤其是前面词汇还有问题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留的作业, 首先呢,观看学习课程两遍,如果你还有时间和精力, 把一至五单元再过一遍哈,OK,那复习一至五单元的课程内容, 从词汇到句型到绘本,OK,那认真完成作业的同时呢, 刚刚我们的绘本要能熟读,那至少能够复述吧,怎么样,能做到吗, 好,那我们就下一讲再见了,孩子们,拜拜